调户离山 此技用在军事上 是一种调动敌人的谋略 它的核心在意调子 五指敌方 山指敌方占据的有力地势 如果敌方占据了有力地势 兵弹兵力众多 防范严密 此时我方不可应攻 正确的方法是射击相用 把敌人引出坚固的据点 或者把敌人诱入对我军有力的地区 这样做才可以取胜 东汉末年军阀并起 各霸一方 孙奸之子孙策年仅17岁 年少有为 继承父子 势力逐渐强大 公元199年 孙策欲向北推进 准备夺取江北卢将军 卢将军难有长江之险 北有淮水阻隔 一手难攻 占据卢将的军阀流勋势力强大 野心勃勃 孙策知道 如果硬攻 取胜的机会很小 他和仲将商议 定出了一条调虎离山的妙计 针对军阀刘勋 极其探财的弱点 孙策派人给刘勋送去一份厚礼 并在信中把刘勋大肆吹捧一番 信中说刘勋功名远播 金人仰慕 并表示要与刘力交好 孙策还以弱者的身份向刘勋求救 他说 上辽经常派兵侵扰我们 我们利弱不能远征 请求将军发兵相扶上辽 我们感激不尽 刘勋见孙策极力讨好他 万分得已 上辽一代 十分富庶 刘勋早想夺取 今见孙策软弱无能 免去了后顾之忧 决定发兵上辽 不将刘液极力劝阻 刘勋哪里听得进去 他已经被孙策的厚礼 田言迷惑住了 孙策时刻监视刘勋的行动 见刘勋亲自率领几万兵马去攻上辽 城内空虚 心中大喜 说老虎几被我调出山了 我们赶快去占据他的老窝吧 赶是立即率领人马 水路并进 袭击卢江 几乎没遇到顽强的底航 就时顺利的控制了卢江 刘勋猛攻上辽 一直不能取胜 突然得报 孙策以取如江 情之重计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只得灰溜溜的投奔曹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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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